接下來就是開始介紹一個一個常用常見的鹼 另外介紹氫氧化鈉 氫氧化鈉有兩個俗名 他說他是呈磅狀或粒狀 我們在時間是呈的是粒狀 還有兩個俗名 因為有腐蝕性 所以叫做顆性鈉 因為溶於水會放出大量的熱 所以叫做燒鹼 所以我們在配氫氧化鈉水溶液的時候 這個燒杯會摸起來很熱很燙很燙 所以其實還有兩個俗名 一個叫做顆性鈉 因為它有腐蝕性 又叫做燒鹼 因為它溶於水會放出大量的熱 這是一個重點 另外這是另外一個重點 它非常會吸收空的二氧化鈉 它跟水氣產生潮鹼的現象 潮鹼就是它看起來有點濕濕的 外面並沒有水 表面看起來很濕濕的 這樣叫做所謂的潮鹼 所以我們在實驗室中 經常會裝上氫氧化鈉 幫我們把那個二氧化鈉給吸收掉 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有除濕劑 我們不會用氫氧化鈉當除濕劑 因為它是強減 有腐蝕性會有危險 所以我們不會用它來當作除濕劑的用途 然後呢 吸收二氧化鈉跟水就會產生碳酸鈉 這個方程式寫給你看一下 看一下知道就可以了 OK 第一個重點 兩個俗名 容易吸收水氣跟二氧化鈉 產生潮鹼的現象 然後呢 這個不重要了 因為現在已經不交了 電解石鹽水正極會得濾氣 不極會得到氫氧化鈉跟氫氣 未來三年級交電解石的時候 會說電解水要往裡面加一些東西 可以加A 可以加B 但是不可以加氯化氫 不可以加食鹽 因為會得到濾氣 然後這是電解石鹽水 如果是電解液態的石鹽 就是鈉跟氯 反應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已經不交了 所以就不重要了 以前是個重點 要分辨清楚 電解石鹽水跟電解液態的石鹽 結果不一樣 這以前重要 現在因為不提不交了 所以就不重要了 就不重要了 就看一下星爪完就可以了 這是告訴你實驗的步驟 的注意事項 也是一樣看一看 因為已經不交了嘛 所以看一看就過去了 沒有關係 那麼這個氫氧化鈉可以來做肥皂 這是後面要交的 這是第三次斷考 交有機化物的重點 是做肥皂 還有做人造纖維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不太提 怎麼去做人造纖維了 所以也沒有 沒有 就過去了 然後紫薑啊 煉油啊 這個你就把它 看一看就可以了 把它看一看就可以了 就是它的用途 好 重點就是 它有兩個俗迷 重點就是 它會吸收二氧化鈉跟水氣發生 炒檢 就是有關於氫氧化鈉 我們必須記住的部分 OK